结合哈马斯等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公布的战斗视频,以及以色列国防军承认的推进速度来看,开进加沙作战的以军承受不小损失的同时,其实战场上并没有取得以色列所声称的那么多战果。 面对两万卡桑旅精锐部队的围追堵截,以及24小时数十轮的多层次袭击,以军竟然到现在都没能深入加沙城区的核心街道,北线和南线两路夹击的以军,要么陷入巷战泥潭不能自拔,要么在加沙城郊结合部的废墟内迟迟无法实施推进。 其实出现当前战场上的僵局,也在外界预料之中,因为十几年来以色列军队都没有打过什么大仗,综合战斗力退化非常严重,平时看不出来,一旦遭遇强硬抵抗就现出原形,同时以军还报喜不报忧。 最近一段从以色列军队医疗机构传出的视频显示,数十名以军士兵尸体被送入战场冷藏车内,而以军每天仅承认个未属的伤亡。 在当前严峻且复杂的军事困局下,以色列政府确实正不如筹划最终退路的关键时刻,以军战斗力和战斗素养之低,以及对现代战争变化的洞察力有多低,不仅是巴勒斯坦武装公布的, 那些伏机以军坦克装甲车视频,连乙军在没有与哈马斯交战时,也显得相当缺乏基本战斗素养,让人感到惊奇的是,目前进入加沙境内的乙军部队均为一线战斗部队,绝非二线志愿兵那么简单。 值得注意的是,最近出现的一个哈马斯无人机拍摄的视频显示,在加沙西北部阿尔沙提难民营附近,有一个明显是乙军设置的临时战场营地,营地里横七竖八,大概停了四五十辆坦克和装甲载具, 关键是队形还很密集,说是挤在一起也不为过,俄乌冲突的经验证明,在战区内这样大量聚集昂贵的坦克和装甲车,简直就是帮敌方的无人机飞手和炮兵刷群章,也从侧面表明哈马斯还是缺乏有效的攻击手段, 例如俄乌双方都已中了炮兵和巡飞弹,不然这个营地早就被蜂拥而至的炮弹巡飞弹荡平了,哈马斯无人机在发现这个营地后,还是尽可能动用其重火力发起了攻击行动, 这不仅包括使用一百二十毫米迫击炮在内的哈马斯炮兵,还可能包括一些单兵火箭弹,只是哈马斯实施炮机的武器射击精度很成问题,炮机的密度也很稀疏, 从视频中来看,袭击行动并没有对乙军造成太多损失,不过如果以军机层部队,还有点基本判断力和战术素养的话,应该学一学同阵营的乌克兰军队, 否则下次恐怕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,只爱几发迫击炮弹的炸就能了事,这次并不算多么有代表性的战力,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乙军现在的整体战况, 那就是哈马斯无法在根本上对乙军造成威胁,毕竟游击队性质的武装,很难在正面战场与正规军抗衡, 但在加沙这种特殊的作战环境下,乙军也很难再有效倾剿巴勒斯坦武装分子,所以别看似乎加沙北部打的热火朝天, 实际上双方一开始就陷入僵局,内塔尼亚湖政府足够明智的话,应该明白最早的目标已无法实现, 击杀几个哈马斯的领导层,有了台阶下就赶紧撤军,防止暴露出乙军不堪一战的真相, 引来阿拉伯国家寻仇,也早日止住批评以色列屠杀平民的悠悠众口, 但就算已军在未来十天半个月内撤军了,加沙怎么办? 以色列人被删了一巴掌以后,恼怒的冲进加沙一通乱砸再跑回来,让联合国收拾烂摊子吗? 别说联合国和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不同意,恐怕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没法答应, 所以在占领加沙的可能性破产后,又希望从此跟出哈马斯的以色列和美国, 几天前提出了三个方案,准备从其中挑选一个,建立一个干净的加沙地带, 第一个方案是西方维和部队提供支持,阿拉伯国家成立委员会进行托管, 这个方案的难点是西方都不愿意蹚着蹚浑水, 而派遣维和部队,等于在帮占有优势的以色列欺压阿拉伯人, 还替以色列承受了阿拉伯人的不满, 无论西方民间还是阿拉伯国家,都不可能接受这种明显拉偏下的办法, 况且对阿拉伯国家来说,这种行为等于政治自杀, 搞不好加沙的托管还没怎么样,自己就先被托管了, 第二个方案是参照戴维营协议,也就是埃及的西奈半岛模式, 实现加沙非军事化,仍有维和部队负责边界线划分和秩序维持, 这个办法以色列政府不愿接受,因为最核心的产主哈马斯没有实现, 甚至与战前没有丝毫不同,如果真是这样, 以色列每天两三亿美元军费就白花了, 而且以色列有袭击维和部队的前科, 只是西方国家派维和部队的话, 与第一个方案也就没区别了, 第三个方案是联合国直接监管, 也就意味着在安理会的监督下, 可是对美国和以色列来说, 这也很难接受, 如今以色列敢在加沙和约旦和西安, 随便抓人随便杀人, 就是在美国排除安理会影响的前提下, 一旦没有美国的一票否决, 安理会全面接管, 以色列绝对不可能随心所欲, 对加沙进行军事行动, 也就是无法消灭哈马斯, 内塔尼亚胡起虎南下, 先前把话放了出去, 现在撤军就是打自己的脸, 以色列也许未必有什么, 可他本人的政治生命, 差不多也就到头了, 美国的问题是以色列不听话, 不但对日渐下降的霸权是致命一击, 还直接打击了民主党政府的执政前景, 所以这两家都只关心自己的问题, 大概不会在乎, 哈马斯一代又一代源源不断, 正是西方霸权和殖民主义残留的直接恶国, 当然也应该由殖民者自己吞下, 如今巴以冲突呈现出比俄乌冲突还要吊诡的局面, 已经暴露出外强中干本质的以色列, 同时伴随着各种不可思议的战术错误, 以军不断损失装备和兵力, 拉垮得一塌糊涂, 然而诸多阿拉伯国家保持沉默, 除了辽胜于无的声援, 什么都没有, 至少表面上没有, 让兄弟般的阿拉伯国家们饱受争议, 既然有人选择在沉默中消亡, 就有人选择在沉默中爆发, 野门胡塞武装就是那个敢于大声疾呼, 并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选择的勇士, 即10月底发言人萨里宣布, 胡塞武装正式向以色列宣战后, 当地时间11月6日, 胡塞武装在此出手, 宣布向以色列境内目标发起了第三轮无人机袭击, 并表示此次袭击行动取得了成效, 以军军事基地和机场暂停运营, 部分以色列目标被摧毁, 值得注意的是, 在过去48小时内, 野门胡塞武装已经先后袭击了, 以色列纵身至少6座城市目标, 虽然这些袭击行动并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, 但胡塞武装当着美国的面, 接连袭击以色列, 而乙军和美军至今并未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予以回应, 更没有对其实施反击, 这多少让美国有点颜面扫地, 当然出于战事保密要求, 关于胡塞武装对以色列境内的详细袭击情况, 以色列政府并没有在第一时间予以证实或回应, 某种程度上, 乙方为了不让事态扩大, 也只能忍气吞声, 如今巴以冲突和俄乌冲突, 正在变得性质类似, 不能单纯地用军事角度来看待, 而是一场事关地缘格局变化和大国博弈的政治章, 胡塞武装对以色列的袭击, 也不是几枚导弹几架无人机过去, 炸掉一点什么可以计算损失, 真正的关键是胡塞武装介入, 本身就意味着巴以冲突外溢, 而且外溢的方向和程度都出人意料。